黑巧克力是健康有益的食物 它不同于普通的牛奶巧克力 黑巧克力含有至少50%的可可 且无添加糖和奶 而更优质的黑巧克力 富含70%至90%的可可含量 黑巧克力是超营养的健康食物 它含有可溶性膳食纤维 人体每日所需的主要矿物质 如甲磷辛西蒙美铜铁 蛋白质和友谊脂肪 此外 可可也含有一种对健康非常重要的植物化学物质 黄丸醇和多酚 它们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有抗炎和抗自由基的特性 使得黑巧克力具有苦味 那么 每天吃黑巧克力究竟有什么好处功效呢 黑巧克力对改善整体健康又有什么影响呢 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视频 节目即将开始 您准备好了吗 如果您喜欢我今天推荐的健康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 那肯请您帮个忙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好呗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一 保护心脏 导致心脏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就包括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血糖 糖尿病和肥胖 经常吃黑巧克力有助于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几率 因为黑巧克力中所含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特别是黄丸醇 具有控制血压和胆固醇的神奇效果 此外 可可所含的多酚和可可碱 有助于提高有益胆固醇HDR 降低有害胆固醇LDR 从而有效改善血液中的胆固醇 所以 每天适量吃不超过1.5盎司可可含量超过70%的黑巧克力 确实有益于保护心脏健康 预防各种心血管相关疾病有积极的作用 2.改善皮肤 你知道吗 黑巧克力中的天然生物活性化合物对皮肤健康有益 它富含多种有益于皮肤健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甲磷辛锡 蒙美铜铁 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这些营养素可以延长皮肤的保湿时间 促进皮肤胶原蛋白产生 使皮肤更年轻和富有弹性 此外 黑巧克力的多酚和类黄酮抗氧化成分 也能保护皮肤 免受太阳有害子外线照射 防止晒伤和皮肤癌等疾病 因此 想要皮肤更细致光滑 每天适量吃一些黑巧克力确实有帮助 三 增强大脑 每天适量吃可可含量超过70%的优质黑巧克力 可以增强大脑神经传递功能 对于提高注意力 学习能力 记忆力和认知能力都有积极效果 因为黑巧克力含有咖啡因和可可碱等兴奋剂 可以增加血流量 促进大脑运作和信息传递 有研究结果证明 黑巧克力中的黄丸醇 多酚和可可碱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有助于增强大脑细胞和神经的可塑性 强化大脑应对某些损伤或疾病时 可以自我重组的能力 况且 吃黑巧克力与认知能力之间也有关联 它可以改善大脑认知障碍引起的大脑神经退行性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 4.改善情绪 黑巧克力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可以改变情绪和增加愉悦感 而黑巧克力的这个功效也长期受到心理学家的认可 这是因为黑巧克力所含的肋黄酮和多酚 有益于刺激大脑释放快乐和耳蒙 降低皮质醇硬积激素 也就是导致压力产生的一种激素 从而帮助减轻压力和改善情绪 在一项研究结果发现 每天吃含80%优质黑巧克力的人士 比起吃可可含量较少或完全不吃巧克力的其他人 可以保持更好的整体情绪 因此 当您心情不好或情绪低落时 来一两片高纯浓度的黑巧克力 说不定真的可以让快乐起来 5.改善胰岛素 胰岛素是身体自然产生的一种荷尔蒙激素 它负责将血糖和能量供应给全身细胞使用 当发生胰岛素抵抗时 身体细胞就会停止对胰岛素做出反应 导致血液中的糖分水平异常过高 进而导致糖尿病前期或二型糖尿病 根据Endocrine Abstracts内分泌文摘 发表的研究结果 每天适量吃含70%可可的黑巧克力 可以降低空腹血糖水平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和减少胰岛素抵抗 这可能有助于更好的控制血糖 和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几率 尽管黑巧克力富含各种 有益健康的抗氧化剂和矿物质 但市面上的黑巧克力种类或多或少 也含有不同程度的糖分和脂肪 如果您也有兴趣在日常饮食中添加黑巧克力 来获取各种益处 您应该控制摄取量 过量吃黑巧克力毕竟也会导致身体堆积多的鱼脂肪和热量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节目对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有所帮助 那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叔叔阿姨大哥大姐 劳烦您的贵手 订阅和点赞小妹的频道 祝您生活安康长寿快乐 好呗 我们下一次再见